阴影是现在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卡尔荣格提出的原型理论的概念处 它具有赋予情绪的天性 一种自主性 以及一种占据性的特征 当一个心里有阴影的人再次面对相似的情景 他可能无力面对焦虑所产生的心理疼痛 甚至会出现心理变态 这时阴影可能会成长的独立人口 当你对心灵影响的影响是什么 继续寻找心理医生 继续有个治疗 记得 要找专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